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1月7號 星期六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共爆發白紙革命之後 當局的防疫政策不斷的變化 1月7號 中共最高法院等五大部門 聯合發布了通知 下令對先前違反防疫政策者 應及時解除羈押強制措施 外界認為 這份通知意味著中共當局放棄動態清零政策之後 對疫情防控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根據中共喉舌新華社7日的報導 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海關總署 1月7日聯合出臺了名為 關於適應新階段疫情防控政策調整 依法妥善辦理相關刑事案件的通知 通知中要求 自1月8日起 對違反新冠疫情防控等行為 不再以防害傳染病防治罪等論處 具體規定包括 自2023年1月8日 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以類儀管 不再納入檢疫傳染病管理之日起 對違反相關疫情預防控制措施 和國境衛生檢疫規定的行為 不再以刑法第330條防害傳染病防治罪 第332條防害國境衛生檢疫罪定罪處罰 通知還規定 目前正在辦理的相關案件 依照規定及時妥善處理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處於被羈押狀態的 各辦案機關應當及時解除羈押強制措施 涉案財務被查封 扣押 凍結的 應當依法及時解除等等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3年來 在習近平強調的動態清零政策下 中國各地封城 封區 封門等強制措施層出不窮 社交媒體先前曝光的視頻等信息證實 中國各地民眾因為違反防疫規定 而被強制抓捕的案例頻頻出現 與此同時 中共清零政策導致次生災害頻發 導致民怨沸騰 中國民眾大膽的抗議行動 被輿論稱為白紙革命或白紙運動 這項運動爆發不久 中共當局在去年的12月初 全面放開了疫情管控 放棄堅持了近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 在1月4日 《華爾街日報》引述 接近中共決策層的官員和政府顧問的消息表示 去年底 在中國各大城市出現罕見的抗議浪潮 令習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驚 加上多個政府部門的緊急請求 最終促使習近平放棄了清零政策 緊接著在1月7日又下令釋放違反防疫者 中共當局對防疫政策的緊急轉向引發輿論的關注 外界普遍認為 白紙革命是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 中共遇到的最大挑戰 近日 根據彭博社和路透社的報導 中共當局對進口澳大利亞煤炭的禁令 可能很快就會取消 除此之外 包含澳洲龍蝦 紅酒等其他商品的進口禁令 可能很快也將陸續開始鬆綁 有分析指出 中共的貿易報復不僅沒有讓澳大利亞屈服 還給自己製造了經濟痛苦 如今只得找個台階草草收場 綜合媒體的報導 早在新冠爆發時 澳大利亞前總理莫里森呼籲調查冠狀病毒的來源 中共為此對澳大利亞產品實施了一系列報復性禁令 試圖要給澳洲製造經濟痛苦 雖然煤炭禁令從沒有被中共正式列入名單 但在過去的兩年裡 中共當局一直在暗地裡禁止澳大利亞的煤炭 將其列入了一個無形的黑名單中 每年給澳洲煤炭行業造成10億澳元的損失 然而 近期中共的國有企業已經開始對澳洲煤炭進口進行初步詢問 如定價和供應情況 另外 根據彭博社和路透社的報導 1月3日 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通知4家進口商 包括中國最大的鋼鐵製造商寶武 可以恢復與澳大利亞同行的貿易 中共總理李克強在報導出現的第二天公開表示 應加大努力 確保安全和穩定的能源供應 對此報導指出 中共最高層這一突然的180度轉變 是因為中共目前和未來將面臨著更多供電危機 解除煤炭禁令將標誌著自中共對澳大利亞發動貿易戰以來的首次退縮 還有分析指出 中共兩年多來的持續禁令無疑影響了澳大利亞的經濟 但同時也對中共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此前澳大利亞煤炭行業在印度 日本和韓國等國 找到替代市場之後 迅速反彈 與此同時 中共國在2022年冬天經歷了幾個月的輪番停電 但卻無法購買澳大利亞的煤炭 這本來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2021年9月的報導表示 北京通過中間商購買澳大利亞的煤炭 支付每噸595澳元的價格 這比澳大利亞煤炭生產商當時的售價高出一倍多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估計 中共通過第三方支付溢價自食惡果 每100萬噸煤都讓中國的鋼廠付出了4億多澳元的代價 不過對於中共態度的轉變 新加坡亞洲貿易中心執行董事埃姆斯表示 即使中共解除所有商品的限制 雙方貿易流量也可能保持低迷 因為進行交易的不是政府 對於企業來說 轉換市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6日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伎量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莫瑞指出 中共政府不會因為全球新聞媒體 對其疫情處理方式的大量負面報導 而改變掩蓋疫情真相的做法 在無法確定中國染疫數據的情況下 對預測中國疫情核實結束完全沒有信心 與此同時 莫瑞指出 中國這波疫情爆發仍屬於奧米克戎的亞型病毒株 從免疫學角度看 中國出現新變種病毒的機率不高 因為新變種病毒不大可能 在大多未經病毒感染的人群當中產生 反而是免疫力高的人群中 更可能出現新變種病毒 儘管如此 中共政府並沒有滿足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所有要求 尤其是關於疫情爆發對人群造成影響的數據 包括住院 加護病房人數和死亡人數 莫瑞還批評 自去年12月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明明可以獲取相關報告 基本上卻完全不通報感染病例 可能是有意識的選擇不報 然而從根本上來說 最重要的疫情指標就是多少人死於染疫 據悉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伎量評估研究中心 在疫情爆發之初的2020年 建立了大流行下的死亡人數模型 其數據一直被政府和企業廣泛的引用 莫瑞推估 以中國和香港的疫苗接種水準 使用相同疫苗 相同年齡結構等條件大致非常相似來看 如果香港有1萬人死亡 轉換到中國就是160萬或170萬人死亡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 香港截至到1月4日的染疫死亡人數為12081人 莫瑞還表示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伎量評估研究中心預估 中國疫情會在3月底達到高峰 但如果向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在一些未公開數據中暗示的感染的爆發始於去年11月下旬 高峰就可能早得多 由於中國疫情數據的不確定性 他坦言 對於預測中國疫情何時結束 完全沒有信心 俄烏戰爭持續至今 俄羅斯對烏克蘭賣給中國的蘇聯航艦 也就是中國首艘航艦遼寧號開始耿耿於懷 日前有消息表示 俄國議員提出 根據當前情勢來看 俄羅斯應該買回遼寧號 根據俄國媒體俄新社6日的報導 俄羅斯國家杜馬夏議院遠東和北極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卡爾吉諾夫提議 俄羅斯應該向中國買回烏克蘭賣給它的 蘇聯時期航艦瓦良格號 也就是現今的遼寧號 並將其重新命名 卡爾吉諾夫表示 在蘇聯解體之後 烏克蘭將未完工的瓦良格號 以廢金屬的價格出售給了中共政府 原本將改造為賭場 中共政府卻將其完成為遼寧號航艦 他還說有鑒於目前的情況 我提議從中共政府手中買回這艘船 據悉 遼寧號的前身瓦良格號 原計畫服役於蘇聯海軍的庫茲捏佐夫 原率級航空母艦2號艦李佳號 1990年更名為瓦良格號 後因為蘇聯解體未能建成 並由烏克蘭管轄 中共政府則藉由具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將其買下 後來成為了遼寧號 此外 俄國議員卡爾吉諾夫還表示 買回後的遼寧號將用以示的 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創始人 兼首任主席紀里諾夫斯基的名字命名 以紀念他 並將其作為黑海軍 近日 美國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 天文物理學家麥道威發表的報告指出 根據2022年太空發射次數而言 中共政府已經取代了俄羅斯 成為第二太空大國 同時 中共當局將防衛相關衛星 送上軌道的數量也居全球第一 外界對此表示了擔憂 根據軍事新聞網站即時防務6日的報導 麥道威的這份2022年太空活動報告指出 去年美國發射次數78次 其中72次成功 中國的太空發射次數為64次 其中62次成功進入軌道 俄羅斯成功發射次數是21次 這幾個國家的許多發射活動 都攜帶多顆衛星 就防衛相關衛星數量而言 中國送了45枚上軌道 美國30枚 俄羅斯15枚 報告也強調 中共當局的國安太空活動信息不透明 很難確定中共發射軍事衛星的確切數量 例如中共當局去年成功 將8枚機密的試驗衛星送上滴滴軌道 任務不明 報告還表示 試驗衛星是多個中共政府衛星所用的假名 此外 報告還指出 更令人意外的是 中共發射的商業衛星數量也正在快速增加 中共發射的182枚衛星當中 100枚是商用衛星 佔比55% 觀眾朋友 在7日的時候 中共最高法院等五大部門聯合發布通知 下令釋放對先前所謂的違反防疫政策的民眾 並廢除積壓強制措施 外界認為 這意味著中共當局放棄動態清零政策之後 對疫情防控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您對中共的這一通知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的節目 就請記得幫助我們訂閱 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明天節目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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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